8代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呢 一樣是8代 但是這台是SI 跟上個星期安裝道路版的車款 不太一樣 這台是四門的SI 今天要安裝的版本呢 也跟上個星期呢 跟大家分享的道路版不一樣 今天安裝的版本呢 是KT的經濟版設定 那經濟版的配置的話 我們前面的話 一樣是用直卷彈簧 後面的話呢 也會改成直卷的彈簧 那公斤數的配置呢 前面分別有12公斤跟10公斤 後面的話有7公斤跟8公斤 可以讓車友們去做選擇 後面的部分的話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後面 後面的換成直卷彈簧 那它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188公斤的 是8公斤的 上面的防塵套 這個是KT專用的規格 因為它做的比較大孔 所以呢 這裡就不容易會積水 它的全罩式的 也會對軸心做全面性的保護 這個是 禁忌的設定 禁忌的話呢 它的筒身呢 是做的比較粗 鼠泥呢 也做的比較強 調整機構的話 一樣是在上方 道路版的調整機構 它是很大一顆 那經濟版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小顆 就沒有沿用原廠的那個 倒三角形的橡皮 下橡皮的話 KT也都有附 如果是道路版本的話呢 它的是 180長6公斤 它的下橡皮呢 就需要沿用原廠的規格 這台的車子 本來就做了一些 原來的兵器也是改裝的 那本來的 兩角調整器 還有前後煞車 其實都已經做強化了 六速SR SR記得應該是 兩門的車友好像比較多 四門的反倒是比較少一些 搭配六速手排 K20的引擎 動力就非常充裕 那前面的話 這台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配200長10公斤 它原來的也有改裝了一些 比如說 多爾塞卡鉗 還有 下 這個應該HIRIS的下三角架吧 都有做了一些基礎的升級 車高的話 維持跟原來 原廠 跟原來改裝便宜器的車高 是差不多啦 前面的話會大概兩指幅 後面的話 依有四分之三指左右 哈囉 JJLIN你好 謝謝你上個禮 這個應該是這個禮拜吧 星期一安裝我們家的產品 這一台是競技的設定 那競技的設定 前面的話 我們看一下上座的部分 好了 上座的話是搭配魚眼上座 這裡有一個上座 我們搭配魚眼上座 那看到有一些灰色的這些圖附上去的東西呢 這個是 服飾的銅1100 這個用意是在於防鏽 因為八代呢 有一個狀況就是它的 前檔玻璃下方 這裡很容易會積水 所以 即便是原廠它的上座壽命都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我們屠附了一些 防鏽跟防水的 油脂 讓它可以 壽命會更長 這個是魚眼的 可調式魚眼 這個是K20的引擎 那我這樣找去 那一邊拖盤靠 就能在那裡 你能在那裡嗎 可以在那裡嗎 可以在那裡嗎 禮拜一 對 禮拜一 因為那個飛魚幫那個JJ令你服務的 謝謝你們 這個的禁忌的設定 它的主靈友選擇 一樣是用意大利IP的主靈友 但是禁忌的話 它跟道路的流動係數比較不一樣 油風的部分的話 一樣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這個上座的話呢 是因為用魚眼上座 所以就沒有跟大家介紹 強化上座的材質 那當然這些油管固定下 還有 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個幾乎大家都已經是變成標配 不會再用什麼束線袋之類的 這個盤子好像是猛的是不是 這個是禁忌版本的 所以它跟一般 一般的話 如果是SI或者是8代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就是配置200長7公斤 但這台是禁忌版本的 所以我們配到了10公斤 前面的話 大概會兩指 後面的話 也有四分之三指 後面其實也已經有改裝了加大疊了 所以 車主的基礎改裝的話 其實都還蠻完整 完善的 然後輪 輪胎的話是配置的 CSC5 225 457 比較多車友裝的 應該是215 457 這台車我們常常裝啦 這台車我們常常裝啦 所以 剛剛是施工 大概到現在大概1個小時吧 快裝好了齁 車友本來的電器也是改裝的齁 也是經濟版的 前面的話 本來是配12公斤 後面是配置8公斤 這個就是會 防塵套會有稍微有秀痕齁 如果用比較密合度比較好的 或者是有家常的話呢 就比較不容易會秀痕 基本上看起來狀況都還OK 只有上座是壞掉的耶 好 我們就要先裝拍了齁 那車友 八代的車友呢 如果 有需要安排市場呢 可以跟我聯絡 或者是 到我們KT的粉絲團 詢問看看小編 小編會幫大家安排 那今天的直播呢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掰掰